另外一位 你也许可 不许可 有点丢 Ende的 刘浩 可以 无论是多么狼狈 本王也都是看不见的 长风食言了 本王只是跟朱雀石 开个玩笑罢了 白王殿下所开的玩笑 向来都不是很好笑的 本王记得 儿时见到朱雀石 朱雀石总是劝我 不要活得那么累 开心一点 都笑一笑 这么多年 本王一直记在心里 可却再见到朱雀石 朱雀石依然觉得 本王不好笑 那倒不是 只是比起以前 好笑了些 也罢 本王跟其他皇子相比 因为这双眼睛 确实多了几分悲凉 今日之事 多谢白王殿下仗礼出手 就算我不出手 朱雀石 朱雀石想要解决 也是易如反掌 只不过会慢一些 今日本王有急事 所以就月祖带袍了 但不知白王殿下 所说的急事 是什么事呢 本王有一份口谕要传 放心 这份口谕 不是给朱雀石的 不是给朱雀石的 我不做朱雀石已经很多年了 我现在只不过是这雪月城中的一个大管家 那我就换你 司空成主 不知白王殿下仗礼出手 这份口谕 是传给那个人的 其实今日之前 我也不知道 他是否真的在这里 直到方才 虽然我看不见 不过这么多年 他那给人惊喜 又给人惊吓的习惯 却依然没有改变 那这件事情 便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了 跟雪月城毫无关系 我听说 他拜你为师 是我要收他为徒 他既没有答应 但也没有拒绝 本王明白了 司空成主 是想让雪月城 与这件事情 撇清关系 本王明白了 这世上 敢不接圣上口谕的人 少之又少 而接了又不听的人 则是更少 但他恰巧是其中之一 那我雪月城 想跟这件事情撇清关系 有什么错吗 本王明白了 这些人 都怪你 你说你为什么不多打一下 你那么着急地下去 你是怕世界主动投降 你不得不娶他呀 雷武姐 再胡说八道我就撕了你的嘴 谁会想先投降 谁会想嫁给这个家伙 前路 这一次萧瑟的确出了不少力 若没他的话 今日怕是很难收成 还有那个骆明轩师弟 等他伤好以后 你也去看看他 他若不是被人暗算 也能替你打赢那个段玄衡 萧瑟 多谢了 不客气 我司空欠诺欠了 别人的一定会还 要是萧瑟你哪天需要我拼命 我一定义不容辞 把这次的恩情给还了 不必了 萧瑟 平时不是挺热心肠的吗 你怎么整天摆着个臭脸啊 谁热心肠 你啊 我跟你们说 我今天都没叫他上去 他自己下 冲就上去了 真的 千尘万确啊 我那是因为那个姓段的小子 太讨人厌了 我单纯看不惯他而已 那也行 总之吧 今天我刘无杰 认可你了 我要你认可 这 好 好了好了 不说这些了 比武招亲这件事呢 总算是过去了 白王殿下 也能当场证明 这场比武的公正性 想来他们日后 也不敢再说些什么 对啊 大师兄 那个王爷好威风啊 现场几百人 一下就跪下了 但是 为什么城主是伴跪呢 三十尊 曾经是天启城 四大守护之一的朱雀使 面圣都可以行办理 一个王爷 自然也没有资格 让他行权力 原来城主是朱雀使啊 那千鲁神仙 岂不是朱雀令的传人 阿爹跟我提过此事 我才不感兴趣呢 我又不认识那个人 凭什么做什么守护啊 对了 我阿爹可以半跪 相思你为什么不跪啊 对啊 对啊 腿脚不太好 这 师兄 你看他又在那儿胡说 我祖上有些荣印 可以面胜不贵 你看这个答案可以吗 真的 看你平时口口嗦嗦 还世家出身哪 对了 大师兄 你说他一个天启城的王爷 来我们雪月城干吗呀 应当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要和三世尊商议吧 毕竟三世尊 曾经是朱雀使 当今圣上能够登基 三世尊也有一份功劳 但是天启城的王爷 突然来雪月城了 总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 父亲早就说过 最讨厌的就是 那座城里的人了 我倒是觉得 那个白王殿下挺不错的 不过就是 眼睛有那么一点不对劲 因为他看不见 看不见 他幼年时期 拿了别人盘中的一块糕点 吃了之后就香了 这么多年 明德帝寻遍天下名义 也没能治好他 也是个可怜的人哪 赵瑟 饮长了 白王殿下在晤苑等你 你先过去一趟 饮长了 那个白王殿下找萧瑟干嘛 他们应该在天启学宫救过学 原来是铜窗啊 铜窗 我是个瞎子 我看不到你 而你却能看到我 怎么 既然都见到了 也不换我一声吗 参见白王殿下 你就是这么叫我的 我只是一介庶民 见了当今二皇子白王殿下 还能怎么叫 毕竟叫错是要杀头的 那你可知道 白日见我不跪 也是要杀头的 我的头就在这儿 殿下若是喜欢拿去便是 你说话不像从前那般风锐了 就是有些 有气无力的 不过你耍赖的样子 还是像从前一样 还是换我一声二哥吧 好多年都没有听到了 我只是还换我一声二哥吧 我叫萧瑟 只是一间普通客栈的老板 没有资格换白王殿下为二哥 那好 雪落山庄萧瑟 草民在 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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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圣上口谕 赦免六皇子萧楚河 过去一切罪错 恢复皇子身份 承袭永安王爵位 赏黄金万两 珠宝百香 即刻 速回天启城复命 还不谢恩 我拒绝这道口谕 你敢不接 我就是不接 为何不接 赦免六皇子过往一切罪错 我的过往 何错之有 虽然看不见 但我也能猜到 此刻你的神情 既然殿下猜到了 那就还请殿下 将这道口谕带回去 听完口谕 你还是不肯 换我一生二哥 看来 也是真的不打算回去了 殿下难道希望我回去吗 当年我一冲而去 有一人提借而来 正是沐浅仙爷的战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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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五大高手之一 据我所知 他也是殿下的授业恩使 不管你信不信 并不是我派他前去的 并不是你派去的 那他去前你是否知道呢 是否知道又假装不知道呢 是否知道又假装不知道呢 所以你认为 你的伤 是湛天师父造成的 就算最后一件不是他出的 倘若他不在 很多事情都不会被改变 还是回天启城再说吧 本王给你三日时间 你好好考虑考虑 是否要借下这道口语 同我回家 是否要借下这道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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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道口语 殿下 我在外面都听到了 这萧楚河如此大拟不道 直接上报陛下 让陛下收回成命 然后再重重治他的罪 三明 这些话 你只能同本王说 为何 记住 我与他 便无恩怨 可当年那块高病是他呢 当年 我们只是孩子 最近雪月城 还真够热闹啊 是啊 先是有人闯进登天阁顶 问见雪月见仙 再有这百花会 如见仙亲临李赠四方 再加上这比武招亲 把尊贵的白王都给引来了 可你知道 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 那感情好啊 你现在就去替我 把白王给我赶出去 这有可能 当年我一见逼得 他老子都跟我立约 一个王爷罢了 我去去就回 开玩笑 开玩笑呢 你何必当真呢 你干吗总是把雪月城 满城上下的脖子 全给提起来呀 这个白王啊 他来只不过是 想带走一个人 消息传得还真快 既然皇帝想让他回去 应该已经赦免了他的罪 这是好事啊 其实萧瑟最想赦免的 不是他自己的罪 而是狼牙王的罪 这不可能 狼牙王案 当年已经是个死案 明德帝不会愿意做出任何妥协 是啊 这是一个死局啊 叶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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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 我准备去药房取些药材 路过此地便来见见城主 我那个丫头啊 要是有你这般懂事 那可就好了 怎么样叶姑娘 身体恢复得如何呀 比来知识好了许多 好朋友 老师 老师 个人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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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er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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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大将军叶啸英的女儿 叶啸英知道的越多 事情就越复杂 但她曾经是萧瑟的好朋友 可从萧瑟入雪月城以来 他们两个似乎从未说过话 所以 她是最了解萧瑟的人 而现在的萧瑟 最不想提及的就是她的过去 而叶若宜 她所背负的正是萧瑟的过去 是萧瑟的过去 陈光幽谷香 是若衣姑娘吗 许久未见了 二皇子殿下 若本王没有闻到 叶家独有的 陈光幽谷的香味 那么若衣姑娘 是否打算就这么走过去了 我已很多年没有见过殿下了 方才觉得面熟 却也不敢相认 我听说若衣姑娘 一直在城中养病 身体可有好一些 司空城主医术高明 若衣的身子 比以前好了许多 那便好 你与楚河自幼交好 能在此城中重逢 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吧 楚河哥哥 他不是失踪很久了 你没见过他吗 你没见过他吗 我向来一人独居在这别院中 平常从不与城中人来往 今日是过来取些药材的 他来此城已经许久了 此行 我便是来寻他的 那殿下来寻他 是要抓他回去吗 抓 我是要将他带回天启 父皇已经免去了 他所有的罪错 他之后 还是北梨的六皇子 永安王萧楚河 那 那便很好啊 但他拒绝了 我给他三日的时间 你与他自幼便交好 帮我劝劝他 以楚河哥哥的心思 决定了的事情 便很难改变了 但在我知道的人中 但在我知道的人中 能劝动他的 你是为数不多的 那若遗试试吧 多谢了 你已经知道古物 派人去找楚河的事了 你已经知道古物 派人去找楚河的事了 可不得了 楚河当初和叶将军交好 古在下 若叶将军知道了楚河的下落 或许能诸古 一臂之力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现在既然愿意现身 或许 他愿意回到天启了 他也愿意回到天启了 叶将军真的是这么想的 我若是陛下 就不下什么旨意了 直接带着军队 把雪月城给围了 这确实是叶将军的行事啊 可是顾害怕 逼得太急了 哼 以内孩子的性子 他又要对抗苦了 这几年 顾禁不住总要想起过去 对楚河的愧疚 也是越急越多呀 偏偏这孩子又是个倔脾气 顾没有找他 他竟然四年 消失得无影不足 顾害怕 错失这次机会啊 顾想要把楚河带回宫里的事 怕是瞒不了多久 还需叶将军替顾多费心啊 是 陛下放心 退下吧 是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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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选择是 泰安殿牌匾上 龙峰卷轴内 写的谁的名字 我的选择就是谁 可那卷轴上还没有写字 而我们 可以最终影响 写在卷轴上的名字 究竟是谁 我提醒你们 五大剑奉命行事 不要说大逆不道的话 我只是说影响 又没说指定 锦仙太过敏感了不是 锦炎说得没错 若是以前 我们可以等盛场来定夺 但六皇子萧楚河重新出现 这一切全变了 我知道 你们中间有的人 是白王的授业恩师 有的人是赤王的门中贵客 萧楚河的出现对你们来说 是最大的威胁 你 不该在为何我们商议之前 就把消息告诉陛下 更不该 还没搞清楚那个人 是否是真的 萧楚河的情况下 没错 告诉我们 虞师国纳事的原文 那人是萧楚河的可能性 究竟有几分 你们没有这个资格 皇子之事 岂是尔等可以随意议论的 这位秘密集团 我拥有的 侠的秘密集团 我拥有的秘密集团 我拥有的秘密集团 无处可寻的暗河 是啊 几乎所有的武林大驾 白痴两王 都派了人马进去 如今 这朝堂上的纷争还没有结束 江湖上的争斗 已经开始了 没错 你们说得对 锦炎 你刚刚是说 想要影响卷州上的名字 你又不护 大剑哪 大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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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言一识妄言 你知道就好 我知道 你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心思 但是武大剑 以圣上的圣意为准 圣心难测 伴君如虎 知足不辱 知指不淡 方可长久留存 如果 谁想不明白这一点的话 那就趁早 退出武大剑 收下无价不改 不认识 虽然你不曾做过选择 但我知道 你一直很欣赏六皇子 萧楚皇 为什么一定要做选择呢 这些皇子 他们小的时候都是很好的朋友 只因为我们的利益趋势 才让他们变成今天这副模样 我 我的书 二哥 我来 楚河 你小心一点啊 嗯 二哥 你就别看书了 你看 书都湿了 你得陪我玩一会儿吧 楚河 你天天被学堂老师骂 也就罢了 还想害得我也背吗 二哥 其实啊 这书的内容 我早就会背了 只不过是亲的老头罢了 别吃 你看你那手脏的 回去洗干净了再来吃 听二哥的 别吃 不能吃 不能吃 什么不能吃啊 你怎么办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 来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有事求我 说吧 没事 我就问问你 那个王爷找你什么事啊 隐藏了 说你们还是同窗呢 虚旧闲聊 没什么正事 行 你有秘密瞒着我们也没事 你不想说 我就不问 那个 比武招亲好不容易结束了 一桩大事了结 要不 去城里逛逛赛赛县 说正事 我好久都没见叶姑娘了 我想你陪我去串门呗 没出息 你自己去找他呗 我多不好意思啊 四公千路跟他是好朋友 你找四公千路 千路师姐我去找过了 他不在 我听明白了 你是走投无路了 才想起我来了是吧 不是 萧色你就陪我去一趟吧 你昨天那洒脱劲去哪儿了 你把这些都吃了 咱们再聊 来 休息 这顶好的红杉猪炎 若是再多煮一刻的话 便会失去它最好的滋味了 参见殿下 我和藏民在城中闲逛 忽然闻到了这股茶香 我还在想 这雪月城中 谁还会喜欢喝我们天启城中的茶 却没想到 还是如你姑娘 许久没有见过家乡了 便想寻一下家乡的味道 殿下见笑了 不准备请我喝一杯吗 殿下请测 萧瑟 你这么着急拉着我去找叶狐娘 想好理由了吗 要什么理由啊 你就路过此地 有些口渴 讨口水喝 你若只想讨口水喝 那你可有口福 什么意思啊 上好的红山朱炎 配上苍山上化开的雪水来烹煮 这味道 听不懂 听不懂 也是 对牛弹琴 果然是好茶 对了若衣姑娘 昨日 有没有见到楚河 见到了 不过她跟从前相比 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了 以前她说话 总是朗生高雨 眉眼飞舞着 似乎对这世上的万事万物 都有着绝对的自信 可如今的她 变得沉默懒散了不少 是啊 楚河是变了不少 那她有没有和你说说 这些年 她都去哪里了 她说她开了一间客栈 在一个背靠青山 面对绿水的地方 若衣姑娘 我和萧瑟路经此地 进来向若衣姑娘 讨杯茶水喝 若衣姑娘 打扰了 小兄弟 不必客气 坐吧 敢问这位小兄弟 尊姓大名 在下是江南霹雳堂的弟子 刚摆入雪月见仙门下 原来是雷门弟子啊 你干脆把你生辰八字 也抱出来算了 你也来了 陆姑 陪这位小兄弟讨杯茶 有的有的 只不过 我这煮茶的手艺有些松鼠 怕不是浪费了这上好的 红山猪眼 我不怕糟蹋 反正我也喝不出来 来 雷兄弟 你不怕烫吗 我练的功夫叫火灼之术 这茶水的汤 算不得什么 好 若衣姑娘 再来一杯 那我给你倒杯热水算了 省得浪费这红山猪眼 萧瑟 我刚才是因为口渴我才一口喝的 这品茶 我也会 方才若衣姑娘跟我说 昨日她已经寻过你了 好 若衣姑娘昨天去找你了 找我 昨天若衣姑娘也路过我的小院 也进来喝了杯茶 我 在我身上 她相遇了 咱们 我找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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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我找你了 你了 你了 我要做青龙 不行 青龙是我的 好了好了 就是个代号嘛 朱雀怎么了 长风你看 莲悦她抽了个王八 也没说什么呀 我想揍我 阿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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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路 你找我 来 坐坐坐 肖色这次帮了你那么大的忙 有没有谢过人家 谢过了 谢过了 你女儿我 这点理解还不懂呀 是我的乖女儿 哎 前路 你说 肖色这臭小子 平时处处跟你作对 可是这次你鼻鼓招亲呢 你看他忙上忙下的 给你帮了那么多的忙 我怀疑 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 你觉得肖色这小子怎么样呢 什么怎么样 哎哎哎哎 脸红了脸红了脸红了 阿爹 你想什么呢 哎呦 前路 我是你阿爹 心里怎么想的 跟阿爹说 好不好 好精致的令牌啊 爹 你从哪儿来的 是不是要送给我的呀 送给你 当然可以了 不过你一旦拿起这块令牌 你可要承担很重很重的责任了 什么责任啊 什么责任啊 说起来话长啊 若衣姑娘 本王所托之事 还请多费心 若衣记下了 那本王就不打扰各位叙旧了 告辞 葬名 我们走 小子啊 那白王的部下好像不太喜欢你啊 谁知道呢 可能我们喝不来吧 你喝完了吗 喝完咱们就走 哦 不妨多坐一会儿吧 对嘛 若衣姑娘都邀请了 咱们就多坐一会儿吧 对了 我昨日去药房取药 听到他们在讨论灯阁的事情 不如你们给我讲讲 说起这灯天阁呀 我一人直冲十六层 问见雪月见仙的故事 那还真是有趣的很啊 只见那十三层首格者 骆明轩 他不和我比武器 他要和我 来一个赌区 还有我见到我师叔之时 我运进了雷门所有绝选 还有我师父给我的那一柄 杀不见 到了十六层 我灯高一吼 极力唐雷无解 问见雪月见仙 等等 这灯阁 是你一个人的故事呀 萧瑟兄弟呢 他在干嘛 他呀 他在跟千罗师姐捉迷藏呢 还去算了个命 对 算命 算什么命 对啊 萧瑟 你算命算了个什么呀 我算了一件事 什么事儿 鬼 鬼 那结果如何 没有结果 因为算到一半 我后悔了 既然你都去算了 为什么不问结果 因为后来我发现 我要算了这件事 我一直都不在乎 那你在乎什么 他肯定是在乎钱啊 那望成山的掌教弟子 算一挂得多贵啊 你说得对 还真是因为钱啊 你这登天阁的事 也讲完了 咱们走吧 真是 三句不离走 行吧 行吧 若衣姑娘 那我们就改日再来看你了 日日来也无妨的 我这院子里冷清 你们来了 还能陪我说说话 行 那我明日就来 不 明早就来 走了 走了 归 当年北厘朝中皇子争斗 整个天启城无比混乱 狼牙王召集了四名爵士高手 组成了天启寺守护 是要重安天下 阿爹我便是其中的朱雀使 最终我们成功了 我明白了 就是说当年 阿爹你拿到这块令牌时 就承担起守护天启的重任 而如今天启安稳了 王朝也换代了 所有的守护使 也要找新的传人 而这个新的传人 将要守护的 就是六皇子 萧楚河 千罗 你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吗 我的女儿就是聪明 三言两语 就听得明明白白 那我现在就决定 这块牌 我拒绝 我记得从我出生的时候 阿爹就没去过天启城吧 没有 那自然 你也不知道萧楚河了 可那萧楚河是狼牙王所看中的 他 我不管他看中的人是谁 我司空千罗若要守护 只会守护我自己看中的人 你 我才不要做什么药王 我要做天下唯一的枪仙 我才不要做什么药王 我要做天下唯一的枪仙 阿爹 我记得有一位大师跟我说过一句话 少年人要有自己的江湖 所以 这块令牌 千罗不能拉 阿爹对不起 你不喜欢 阿爹还舍不得给呢 真是的 来 咱们不聊令牌的问题啊 咱们说说那个萧楚河 刚才说到哪儿了 阿爹 你刚才不是说要找一个值得认可的人去守护他吗 你觉得萧瑟也认可了 认可和守护 感觉我和他还用不上这么重的词 你这丫头啊就是嘴硬 好了 现在就去找萧瑟 把欠人家的恩情给人家补上 阿爹 可若依姑娘认识那么久 第一次说这么多 如剑仙送你那本《碗来许》 看得怎么样了 你那本书不好看 不过看几行字我就困了 没死的不爱看难书 那你喜欢看谁难书 那自然是豪侠闯江湖 英雄战沙场 就比如吧 那白羽剑仙一人一剑闯天启的故事 看多少遍都不会念 白羽剑仙闯天启城的故事 孝苏 怎么每次提到天启城 你神色都怪怪的 我没记错的话 你家乡是在天启吧 我没有家乡 你记错了 哪儿人没有家乡呢 难道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那你觉得什么是家乡 那还用说吗 家乡 家乡自然是 不管你走了多远 走了多久 无论如何都注定要回去的地方 好 你说的对 我的家乡就是天启城 那是一个 我终究要回去的地方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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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白王说 他是奉皇命要带你回去的 不过看着他赖着不走的样子 你应该是拒绝他了 那三城主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拒绝呢 我不知道他提了什么条件 不过看他的样子 从他的口语中 应该有着让很多人都惊讶的条件 对 但也有让我不得不拒绝的理由 三城主是不是觉得 我应该跟着一块回去 我理解你心中的坚持 不过我觉得 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的话 会是很多问题都变得很简单 与你 与你父皇 与过去的那件事情 都有很多好处 没错 父皇已经做了很大的图形 以他的性贼 能让步至此已是极限 听说白王给了你三天时间 怎么 三城主难不成也成为他的说客之一 我司空长风 从来不会做任何人的说客 我只是觉得 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 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决定 我当然知道 好 那我便不打扰了 对了 对了 你觉得 我的女儿怎么样 枪法不错 得了城主真传 谁问你枪法了 我是说 她的容貌 容貌 得了娘亲真传 那性格呢 不错 性格吗 自成一盼 不过还挺特别的 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的话 会是很多问题都变得很简单 与你 与你父皇 与过去的那件事情 都有很多好处 三日 你 吴欣啊 怎么每次我心烦的时候 你都会出现呢 说明萧老板心中 还是信任我的 心烦意乱 只有见到至交口友 方能安身敬心 在我的梦境当中 你还是这么自怜 你还是这么自怜 我也不晓得 萧老板心中 所犯何事 一件纠缠了很久的事 也坚持了很久的事 有些事情坚持很久 并没有必要 或许换个方式 会走得更加长远 你也这么觉得 而有些事则不忍 世恩皆认为 不值得 也要坚持 一直看不到希望 也要坚持 就算到死 也要坚持 这样的事很少 但我想 以你的性格 一定会遇到 吴欣 可解了你心中疑惑 笑 我只说过心烦 但我从未有过疑惑 白王殿下来到雪月城 有几日了 算上来的那一日 已是第四日了 可如白王听闻般的 那般有趣啊 比本王想象的 要平凡一些 雪月城 其实就是一座 很平凡的城 只是江湖上有很多人 赋予他太多额外的意义 不过 也正是因为他的平凡 所以 才显得很特殊 这雪月城 这雪月城乃是百年前 几位绝世高人 建立起来的避世之所 只不过 现在被太多人所注意 这背离了那些前辈们的初衷啊 身处凡尘 谁能真正地避世呢 当年城主还是朱雀使的时候 可是一腔扫荡了半个天起 那都是从前的事情了 可是从那以后 城主似乎已经有二十年 没有回过天起了 白王 您是想问我 是否会像当年支持你父皇那样 支持萧瑟 不敢妄言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支持过你父皇 我所支持的 始终都是狼牙王 我所支持的 怎么 这话听起来 是不是有些大逆不道啊 是 但我就是说了 你向你父皇告状去吧 他也不敢说什么 因为这就是事实 就好像你刚才问我的问题 我也可以回答你 是 只是本王没有想到 城主的回答 如此果决 我雪月城做事向来果决 但我所说的支持 并不是支持他去抢夺什么 而是支持他所有的决定 就好像 他现在在雪月城做一个账房先生 哪怕就是做上一辈子 我也是支持他 毕竟这萧瑟算起账来 真的是逆绝呀 白王明白了 原来 我 都 没有 我 把 二人 都 有 这 他肯下这道孔玉 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 其实只要我跟你回去 我便从此不用再流浪江湖 我就可以回到天际城 回到我那处真正的雪落山珠 我可以每天都去碉楼想住银酒 去千金台豪赌 去碧波湖关锦 就连我这一身内伤 也有最好的医师帮我调理 最好的药材供我资养 自然 甚至就连我最想查清的那件事 也有更多希望去调整 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答案 回到天启城之后 做什么 由你自己来决定 好 那我就告诉你我的答案 那我就告诉你我的答案 我萧四 拒绝这道口意 为什么 你刚才已经说了那么多值得回去的理由 却仍旧拒绝了 因为我一旦跟你回去 便等同意认同了我过往所做皆是罪错 既然我过往所做都是罪错 那便相当于 这世上唯一能为狼牙王术平反之人 也认错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狼牙王谋逆一案 御史台早已结案 狼牙王也已辅助 这意味着 狼牙王术已生清白 留在这世上最后的一丝希望 也将荡然无存 他将背上叛国谋权的大罪 被钉在我被豊朝的耻辱诛上 生生世世遭人托骂 你一人坚持 有何意义啊 有我萧瑟坚守 有我萧瑟坚守 那至少这世上还有人为其反抗 这样狼牙王术当年不惧生死 凭杀于战场 救黎明苍生于水浒的壮举 就还有意义 没错 救我一人 那又如何 除非我死 我这辈子都不认错 抗制不尊乃是死罪 那你敢杀我吗 你若是敢 现在就动手 你若是不敢 就会去找你的父皇 请你到取我手机的圣旨来 殿下 带他走 是 你又何必要演这出戏啊 再来 小嫂 走 殿下 方才萧楚河所言何意 本王临行前 曾经答应过父皇 一定要办成此事 但从遇到他的那刻起 本王便已经猜到 他是不会离开的 为何 因为他身上的风锐 并没有消失 所以本王就演了一出戏 等了他三日 终于在方才 老六配合本王 演完了这场戏 所以说 他是故意接的这一件 不错 以生死相抗 本王就没有理由 再逼迫他了 父皇那边 本王也可以交代了 殿下早就想到这一层了 谁又真的想让萧楚河 回到天际城 那些年 所有的皇子 都成了他的陪陈 本王好不容易 找到一次机会 不能再错过了 是葬名鲁马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本王也开始算计得失 老六比本王早知道这些 老四比了 早知道 跑到就下了 那整个人也有可能 人鈺 野兵 しかして 老六的风采跟当年的狼牙王一样 那可大不一样啊 狼牙王是个君子 凡是喜欢讲道理 以大局为重 老六呢 去他的什么大局为重 我开心 我输心就行了 本王明白了 告辞 请 殿下 少汉那边的消息已经到了 一切顺利吗 少汉说一千计划执行 好 那么此行 我们就先去一趟 五无双城 有客自远方来 愿拜惠叶宗主 多远之方 可为何来 千里之外 天启皇城 未见宗主而来 只是见我 那你已经见他了 可以走了 不 没有见他 佛曰 有心无相 相由心生 有相无心 相由心灭 我只见宗主相 未见宗主之心 不算相见 你想见我的心 你可知我原来的名字 无心 进来吧 这位 这位似乎是故人 月姬孝送铁 明侯怒杀人 这位是明侯 你们的确曾见过 可他现在看起来 似乎什么事也不记得了 只是 药人 我遇到他和月姬的时候 两人都受了重伤 几乎已经是死人了 他虽然没死 但是却变成了只听你命令行事的药人 万事皆有代价 他想救回自己和月姬的命 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只可惜那门武功 我已然用不出了 没办法再帮你一次 至于你 为什么要来见我呀 我姓萧 赤王萧羽 明德帝的第七位皇子 看似是个失久王爷 可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发展自己的势力 在我回天外天这件事上 就有你的安排 之所以会这么做 是因为天外天内乱不断 所以你想把我送回这里 以我为傀儡 在背后操控 最后天外天 甚至于整个狱外 都会成为你的势力 对 你说得没错 但我没有想到 你的能力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短短几个月 就已经掌控了天外天 所以我才不远千里而来 希望与你结盟 可我为什么要与你结盟 我姓萧 但我的母亲姓义 我姓萧